也證實要漲價 而旗下飲料雪碧還有芬達 等等的部分品項調整 預計會在4月1號開始調整 奄奄的天氣大苦暢飲 冰冰涼涼的可樂實在好舒爽 不過有超商店員透露 4月1號起600毫升的可苦可樂 從原本的售價29元 漲到35元 漲幅近兩成 其他品項像是雪碧 芬達 美麗果也可能調漲 目前還在討論階段 怎麼這些東西都很貴 少喝一點好 現在這個樣子 清水真的是太少了 其實我們台灣這幾年 就是大部分的一般人民 其實他們的所得完全都沒有前進 甚至是後退的 對啊 我們的漲幅根本都不可能到20 不要倒退20就好了 針對可樂是否調漲 超商龍頭全家則表示 會配合廠商調整售價 而萊爾夫則表示 等候廠商通知 不過目前維持現有價格 另外外廠通路 像是全聯賈樂福大任法 都表示沒有收到通知 目前沒有調漲計畫 目前針對可口可樂的部分 我們賣場的話 以近期來說是不會有漲價的措施 那我們目前其實也在跟廠商有個 積極的協商 那看看後續的狀況 對此泰谷可口可樂公司證實 由於原物料運輸成本增加 4月1號將調整部分產品售價 同樣也是汽水銀繞大廠的黑松企業 也透露將鹽擬調整部分品項價格 由於素食業者都有販售可樂 是否也會跟著調漲 麥當勞和薩伯偉則低調表示 目前無調價的規劃 萬物起漲民眾都擔心 核爆恐怕又要鎖水了 記者與順行陳嘉倫台北採訪不到